欢迎来到文献的世界之报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俄罗斯的音乐厅遭受到了恐攻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欧洲版的时候会为大家做出专题的报道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 为什么这才是长期的大趋势 一个改变世界的一场选举 如果以Bloomberg的标题 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如此重视这场美国大选 他认为亚洲国家完全没有解决到川普的当选 很可能改变全世界 Bloomberg问说为什么亚洲应该敲响川普警报 亚洲各国的平静反映出一种危险的误判 也就是说亚洲国家对美国以及川普可能带来的改变完全不了解 其次G7现在已经决定 他们不要光是什么庆祝50周年 整个G7的主要领导者聚集在一起 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川普即将入主白宫 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 而一个令人重要的关心的事情是 美国比较富有的战后婴儿潮的人 最近出现了逃亡潮 他们开始移民了 移民到西班牙 移民到意大利葡萄牙 相对在欧洲比较生活费不是太高 又很美丽的地方 但是目的不是因为他们要去欧洲 向往欧洲的天堂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宽容 为大家继续报道2024美国总共大选的初选 本周的重大事件 在本周对川普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被法院裁定 要缴交4亿多美元的保证金 川普在银行的债性非常差 所以他的银行借不到钱 他在民间的债性也很差 有的人开玩笑说他借不到钱 因为川普过去最有名的就是借了钱 不还钱 而且伪装破产 让银行拿不到钱 而这4亿多的保证金呢 是他在民事诈欺案里头被要求赔偿的钱 川普的刑事犯罪 很可能因为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得到了豁免权 而通通都抵消 可是他现在这4亿多的美金从哪里来 很可能他在纽约 因为这是纽约所做出来的裁定 他在纽约的很多财产也被查封 包括他所住的Trump Tower 而他现在说他要卖掉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来赔偿这笔钱 这是对他的一个司法迫害 在本周川普有一些言论 那他上来语不惊人 秀他用了大屠杀这三个字 而他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中国的电动车 正大举的入侵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 威胁了美国在底特律当地的 很多的电动汽车等等 那这当然引起争议 但不会是重点 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川普的这些极性言论 正和拜登一步一步策划 如何使他不被欢迎的 或是他被攻击的某些政策 慢慢地减少人们对他的厌务感 完全不一样 但因为川普的支持者本身 是不是真的在乎他这些极性的言论 会不会因此减少对他的支持 并不知道 可是拜登正想办法 让一般的民众增加对他的支持 也就是提高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率 目前川普最严重的问题 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钱 他觉得他到处是钱 他还骗了银行四次 号称破产 但是事实上他有很多的钱 但他现在既要交司法的赔偿金之外 他的竞选经费也都是问题 他的竞选经费几乎都被拿来挪为 他的法律费用支出 因为他有90一项罪名 有好几个官司正在打 他目前穷极各种管道 在筹措他的钱 在美国 One dollar one vote 你没有钱是不可能竞选的 所以他现在成立一个叫川普四十七委员会 计划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刻 开始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盛大的晚宴 希望为自己筹措相关的经费 美著名政治网站Politico说 这个星期对刚跨越政党提名门槛的川普来说 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周 看似民调为辅领先开出的漂亮早盘 却因自己引爆的一连串发言失误 及持续公开的财务黑洞 让他与拜登的二度对决 陷入了最艰难的开局 On the biggest primary day since Super Tuesday Donald Trump's grip on the GOP base on full display Thank you In Ohio,Trump's picked businessmanBernie Marino scoring a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Senate primary Defeating one Republican who had the endorsement of the governor And another who already hold statewide office 恶害二周初选 原本被外界视为一场川普很难输的比赛 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连两次 轻松获胜的红州 主帅大可以让代理人自行发挥 川普却临时决定御驾轻针 并在90分钟的造势演说中 用最煽动的言词脱稿演出 川普强调自己所谓的屠杀血洗 单纯是指狡猾的拜登 自意开放中国电动汽车进口 形同屠杀美国汽车产业 但他把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中 遭逮捕或起诉者拿来和加萨当地的 以色列人质相比又该如何解释 Please rise for the horribly and unfairly treated January 6th hostages He saluted during a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It was recorded by people in prison for what they did on January 6th Trump called those now serving prison sentences hostages and patriots Suggesting he'd pardon them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into office 纽约时报说 川普从第一次竞选总统以来 就不断散播暴力讯息 2020大选失败 他虽然在遭起诉的刑事官司中 否认煽动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却仍将他们描述为受迫害的爱国者 如今他在第三度问鼎白宫的竞选过程 话说得更直白 无论是商店扒手应该被枪决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立 最好被处死 敦促支持者追捕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 并公开警告 眼前四大刑事诉讼 要是有丝毫损害了他的选举推进 这个国家绝对会陷入混乱 他试图用一幅幅美国的末日愿景 来激发出支持者的凝聚力 这是他最擅长的手法 用一种狂欢结识 颠覆道德的演说 拼凑出破坏稳定的言论 即使他不是希特勒 史达林或莫索里尼 修辞风格却如出一彻 那就是把对手变成笑话 拿笑当成武器来削弱某种势力 并用欢乐情绪掩盖威胁 制造仇恨 Jews will not replace us CNN说拜登在跨越提名门槛后 跑遍了几乎所有关键摇摆州 还致力斡旋加洒停火 但川普过去两星期 紧去了恶害恶州 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省成本 多数时间他都待在海湖状元 与潜在金主聚餐 与你接下来官司的对策 Tonight the pressure growing on Donald Trump as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take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seizing some of his assets if he can't meet Monday's deadline to post his $464 million bond James filing documents to lay the groundwork to take over his golf course in a large estate in Westchester County Trump's lawyers say he faces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a bond 30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turned him down because he doesn't have enough cash and they won't accept his properties as collateral Trump says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trying to force him to sell his real estate at fire sale prices and if and when I win the appeal they would be gone 外界以为小小的财务危机 对川普来说 不算什么重大困境 不过伦敦金融时报 首席评论员Edward Loose 信述川普人生经历过的 六次破产 全发生在2016年 当选总统前 当时就有人提醒过他 大部分财富被锁在 非流动资产中 主要还是房地产 可能会使财务危机 频繁上演 但如今他意图重返白宫 多数美国保险公司 及亿万富豪 又认定川普信用风险太高 试想 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出手相救 而他又能提供怎样的抵押品 作回报 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今天川普的方向 导致了一个资讯的邮件 把川普抵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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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的手 我们有很多钱 我们有一个好专业 但他们想要抵抗它 有时分析 川普正在想办法突围 无论是消极回收 关于血减社会安全保障的言论 或者积极寻找 一种既不会冒犯基本盘 又能吸引郊区温和派的堕胎政策 还得替自己先前批评 犹太民主党人的说法灭火 最重要的是 好不容易赢得了 拉丁裔选民的支持 被视为2024可能翻转选局的关键 俄亥俄州造势场上 痛批那些边境移民不是人 恐怕又会把 歇为领先的民调 打回原点 川普深知 边境安全与移民问题 是美国选民最关心 也是他被寄予厚望 比拜登更能解决的 锡票机 当德州力推的移民新法 SB4正演变成联邦与州政府 间的法律战 他原本也想趁机捞点好处 没想到大罪川普心直口快 又给自己惹上麻烦 由于时报分析 他毫无章法的即兴言论 正与对手拜登精心策划的一波波竞选攻势 形成强烈对比 先前民调或许高估了川普的表现 不要说这波纽约民事官司保释金难筹 已快将他逼入绝境 他的竞选经费也几乎都被迫用在法律费用支出 迄今高达5000万美元 他正穷尽各种管道筹措 包括用自己的社群媒体公司上市 靠所持股份借贷30亿美元 周四他还和大约40个州政党 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募款账户 名为川普四期委员会 计划4月份在佛州举办盛大晚宴 因为他和拜登之间的竞选经费落差 已经从三月竞选广告上明显展现 川普只在三个州购买了38万美元 针对非议选民的广告托波 而拜登却在六州内投入3000万美元 等于是一比一百的落差 华尔街日报说 对一个长期坐过山车 反复获得和失去宝贵资产的人来说 当下财务困境一点也不算什么 川普知道真正逆转胜的关键 就是最高法院给他行事豁免权 于是周二他再向大法官喊话 没有人知道他背后还会如何使力 但川普的法律官司 占据了他大多数的时间精力 他得先清理战场 才能和拜登站在统一水平 才能和拜登